你有看过《冰雪奇缘》吗 看过呀 然后我前段时间超级喜欢这个电影 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成为一个女士尼动画里的公主 我想每个女孩都有一个公主梦吧 然后我很喜欢艾萨 艾莎 然后也想成为那样的一个冰雪公主 那你有想过把自己的女儿打扮成那样一个公主吗 当然有想过呀 如果将来以后我有一个女儿 我一定会把她打扮成非常fansion 非常美丽可爱的韩国小公主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给孩子设计衣服啊 这个呀 这个以前小时候在本地上随手乱画的那种可以吗 你有没有尝试过手工缝织什么 我连针都没有碰过 不过我可以给你做一套皇帝的新衣 这些节目 Honey I hate you And I feel for you It won't be too long till We're back at school 我觉得自己觉得好看的就是实际上的 大部分史上的都喜欢吧 大法的设计师的东西都喜欢 设计师就是创造者 他们是用自己切身的体会来去挖掘 人们身上的美 有的人可以接受有的人不能接受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设计者 他自己的一种灵感的表现 我觉得要用普通的布料 做出有效环保的服装 史上就是时代的一面镜子 5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的服装是平时质朴的 到了60年代我们就进入了灰黑蓝绿的无色服装时代 70年代才刚刚过去 80年代的红裙子打打裤就悄然兴起 90年代中国人的时尚已经全面启航了 许多新鲜的潮流资讯无时无刻 在冲击着中国人的时尚观 在当下前有国际梯台上成绩腓然的中国超模军团 后有风生水起的新秀设计师 在中国新时尚新设计都是不容想续的 今天独具匠心将为各位观众 介绍一个新兴的亲子潮牌 MMD 英文全称是make me different 它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中文音译就是萌萌的 品牌名的含义就是为顾客量身定制 与众不同 无惧个性的亲子时尚 MMD的设计团队有 杨幽 韩晶 谢亚璇 高盈盈 郑丽芝 刘淑贤等六位新锐美女设计师组成 杨幽小姐当初是什么图示你成为一名设计师呢 刚开始就想到要来广州 因为广州这边有非常多的设计人材 然后广州这边的设计也是非常前沿的 一个好的设计师就是一个好的梦想师 他可以帮助别人实现很多别人的想法 别人的梦想 然后呢我就很想成为一个帮助别人实现梦想的人 每个人都想都爱美 所以我们就很想让爱美成为每一个人的标签 那你最崇拜的一个设计师是谁吗 我崇拜的设计师有很多很多 对 像今年秀场上很知名的三代一生 然后穿着保龄 听总这些都是我很喜欢的设计 我自己就很喜欢几何 波典 对这种大花图案的设计 任何一个设计师只要他出了这方面的设计 我都会很流行的去观察 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营养 然后供自己所选 对对对 那你当初为什么想设计摸摸搭这个品牌呢 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受那个Bub去哪儿 然后这个影响 对很多小 对很多小萌娃 然后潮霸潮妈们给自己的小萌娃穿上亲子装 摸摸搭这个品牌呢也是以亲子潮牌为主 所以呢我们就想创立这个亲子装的这个品牌 然后为更多的潮霸潮妈还有萌娃去给他们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选择 那摸摸搭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这个品牌的翻译过来就是MMD 就是它的英文示意是make many different 就是我们想创造这个品牌 就是给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量身定制的 我们通过很多街头采访 调查问卷 就发现了很多潮霸潮妈 说他们觉得现在的市场上面的一大部分的亲子装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因为就是太普通了 对很普通 而且不能反映他们的特性 我们的这个亲子装呢就是想带给你不同的 满足那些有不同需求的亲子装人群 那摸搭的就是这个服装品牌它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它的设计性就是我们反对雷同强调设计的呼应性 然后因为也是主要是针对现在的这个亲子装市场提出来的改良 因为好像现在我们的这个亲子装啊 像这种红色调黄色调和绿色调的衣服 我们就分了几个部分 我们这个摸摸搭这一季的主题就是 我们给你编制了一个梦 然后小孩在梦中呢就发现了气球 雲朵 鹦鹉 然后爸妈妈 爸妈妈跟着小孩一起在天空中熬翔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当一个小孩子他的梦醒了之后呢 他打开衣柜发现 哇塞原来我梦中梦到的东西在献身中真的有 就我们帮他实现了这个梦想 那您能否为我们描述一下 您想象中的摸摸搭的家庭形象呢 第一个场景呢就是一家人去参加宴会 然后包括走红毯去一些比较私人的场合的时候 我们能满足他的需求 然后我们每一个摸摸搭 每一个穿着者都能感受到我们为他注入的独特的设计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去家庭聚会 然后有很多亲朋好友在的时候 我们能在设计中感受到我们这一家人的当中爱的传递 爱的呼应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一家人去郊外 踏青郊游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特殊的面料 能够很好的保护到每一个人的安全 然后能为每个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然后同时呢也增加自己的愉悦性 在一个品牌刚刚创立的时候 创立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那您在创立摸摸搭这个品牌的时候会遇到怎么样的困难吗 我们心目中构想的含棉量很多的衣服很多的面料 其实在市场上是占少部分的 因为我们新子装的卖点就是 第一个肯定是以健康为主 因为有小孩子穿着的话 含棉量比较高就可以安全性健康环保 然后最开始去选面料的时候就发现很多 含棉量比较高的面料的都是薄薄的一层 没有弹腻 然后也没有什么亮色呀很少见 然后我们就大费了周知 最后才找到了适合我们的面料 那作为一个新锐设计师 你想对未来自己的品牌 或者对自己的设计概念有什么想说的吗 成为一个设计师是一个很简单 很简单的一个身份 但是同时你想做一个好的设计师是很难的 因为设计师面对人群最直观的就是客户 客户满意你的设计 那么你这个设计才是有价值的可以这样说 但是如果客户不满意你的设计 你的设计对于自己来说同样是有价值的 所以不管是一个为自己而设计的设计师 还是一个为别人而设计的设计师 都要就是追求自己的梦想 在这里想鼓励我的团队也想鼓励我自己 就是为自己先为自己设计 再为别人设计成为一个好的设计师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好的 预祝你以后能成为一个优秀的 有自己风格的设计师 也希望您的品牌窩窩大可以大卖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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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这是我们现在做的那个包带的那个布板 然后这个是它的浅片 然后这个是它的袋子的部分 然后现在你们可以先把它脱下来 就是照着这个方框把它画下来是吧 对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尺子比着画呢 为什么不要用一个包带放在这里画呢 因为这个就是一斤都已经兑好尺寸了 因为如果你有尺寸的话你就会把它计算什么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那个 然后就剪上这个 是从哪看上大部分的提子 对 直接这样就要过来 因为这个提板会动来动去的 所以你必须有很大的手劲才能把握住它 就是剪了 现在就开始剪了呢 第一次用电运动真的好紧张 不过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先把这个角度压平 然后再沿着这条线慢慢的压 充满了无限的乐趣 我的第一次使用电运动的经历就这么完成了 你快看 我运的是不是特别的整齐啊 好了 已经大功告成了 好了 就可以了 登登登登登 那么这么一个既环保又好看的小包就被我做好了 你看它有长袋子可以这样斜换在肩上 然后呢 还有两个短的袋子可以这样提着上街去买菜去购物 如果以后我有baby的话 我一定会用这个手艺给她做这么一个可爱的小书包的 好了 这期的独具将心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那么今天特此感谢摩摩达团队的杨幽女士呢 给我们介绍摩摩达背后的故事 然后还要特别感谢她的设计师谢亚璇小姐 将会我做这么一个可爱的小包包 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它是不是归我了呀 我想是的 那么下期节目呢 叶子将会带大家一起到怎样一个新的领域 认识怎样一种新的设计呢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